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其他生命的深刻联系 灵性觉醒的过程因人而异 有些人会经历剧烈的情感波动 有些人则会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平静和理解力的提升 这一过程可能会引发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 例如直觉增强 梦境变得生动 甚至可能会经历到所谓的灵性体验 灵性觉醒通常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自我探索的动机 人们开始质疑自己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和信仰 并寻求更深层次的真理和意义 这种转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混乱和困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多数人能够找到新的方向和意义 灵性觉醒的过程中 第三眼的开启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第三眼或称为阿勒耶时 被认为是我们灵性洞察力和直觉的源泉 当第三眼开启时 我们的感知能力会变得更加敏锐 能够看到和感受到平常视觉和感官所无法触及的领域 然而 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开启第三眼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和不适 需要我们以开放和接纳的态度来面对 理解灵性觉醒的基础知识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并从中获得成长和启发 灵性觉醒的历程中 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特定的阶段 首先 是一种渴望了解和探索灵性的强烈愿望 我们开始阅读有关灵性 哲学和宗教的书籍 并且寻找能够引导我们的导师或团体 接着 我们会经历一段内省的时期 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这段时间可能会带来情感上的波动 但也是我们成长的必要阶段 在这之后 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所谓的灵性体验 例如直觉的增强 与之梦境或其他难以解释的现象 这些经历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困惑 甚至害怕 但也会激发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理解的愿望 最后 我们会逐渐适应这种新的状态 并且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我们的新知识和能力 理解灵性觉醒的基础知识 不仅能帮助我们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还能让我们更好地享受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 灵性觉醒是一个终生的过程 我们不断学习和成长 每一步都让我们更加接近内在的真实自我 当我们开启第三眼 进入灵性觉醒的状态时 情感和心理的波动是无可避免的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但又非常必要的过程 因为它帮助我们打破旧有的思维模式 并促使我们面对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创伤 开启第三眼后 情感可能变得更加强烈和复杂 这是因为我们开始接收到更多来自自身和外界的能量和信息 这些新信息可能会引发情感上的反应 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情感起伏 一些人可能会经历到喜悦和幸福的巅峰 另一些人则可能感受到深深的悲伤和忧郁 情感的波动通常是灵性觉醒过程中的一部分 我们可能会重新体验一些过去的情感创伤 这些创伤可能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被压抑或忽视的 面对这些情感创伤 我们需要有勇气和耐心 去接纳并释放这些情感 这个过程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痛苦 但它也是我们灵性成长的重要一步 除了情感上的波动 我们的心理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可能会经历到一种心理上的重建过程 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 信仰和生活目标 这个过程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和不安 因为我们开始质疑一些曾经深信不疑的事物 我们可能会感到迷失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如何走下去 面对这些情感和心理的波动 我们需要学会自我照顾和自我疗愈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这些波动的存在 并且允许自己去感受和表达这些情感 其次我们可以寻求支持 例如与朋友或家人交流 或者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冥想 瑜伽 写日记等方式来平静自己的心灵 帮助自己在这段过程中找到内在的平衡和安宁 情感和心理的波动也是我们成长和转变的一部分 通过这些波动 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自己 并且找到更加真实和充实的生活方式 尽管这个过程充满挑战 但它也是我们灵性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需要明白 情感和心理的波动只是暂时的 随着我们逐渐适应这种新的状态 这些波动会逐渐减弱 我们会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灵性觉醒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我们会不断学习和成长 每一次的波动都让我们更加接近内在的真实自我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直觉力变得更加敏锐和强大 直觉力是一种不依赖于逻辑推理的感知能力 能够让我们直接接收到来自于宇宙和内在的讯息 这种能力的增强 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 我们会发现自己在做决定时变得更加果断和自信 过去 我们可能会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而犹豫不决 但现在 我们能够依靠直觉快速地做出决策 这种决策不仅仅依赖于逻辑和理性 更是一种内在的感知和质疑 我们会发现这些直觉性的决策通常是正确的 因为它们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智慧 直觉力的增强还能让我们更加敏锐地感知到周围环境或人们的情感 这种感知能力不仅仅是对外界信息的接受 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理解和同理心 我们能够更容易地感受到他人的情感波动 并且能够给予适当的回应 这种能力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尤为重要 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更加真诚和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和互动 此外 直觉力的增强还能帮助我们在创造性活动中获得更多灵感 无论是艺术创作 写作还是解决问题 我们都能够从内在的直觉中获得启发 这种灵感通常是突然出现的 但却能够带来深刻的洞见和创新 我们会发现自己在创造性活动中变得更加流畅和高效 因为我们能够直接从内心的智慧中汲取灵感 直觉力的增强还能让我们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我们能够更加敏锐地感知到自己的内在需求和灵性的指引 并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些信息 这种能力让我们在灵性觉醒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自主和自信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内心的声音是真实和可靠的 然而 直觉力的增强也需要我们学会如何辨别真伪 在直觉的海洋中 有时我们会接收到一些混乱和矛盾的信息 这时我们需要通过冥想和自我反思来过如何解析这些信息 找出真正来自内心深处的智慧 这是一个需要不断练习和精进的过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熟练和自信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的感知能力将会显著提升 这种提升不仅仅是视觉上的 更包括听觉 触觉 嗅觉和味觉等多方面的感官增强 我们会发现自己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细节和微妙的变化 这些感知能力的提升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 我们的视觉感知能力会变得更加敏锐 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颜色 形状和光影的变化 这让我们对周围环境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例如 在自然环境中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树叶的细微颤动 花朵的色彩渐变 甚至是天空中的云层运动 这些细节的观察让我们更加与自然融为一体 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和和谐 听觉感知能力的提升也让我们能够听到更多的声音和音频范围 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些平时难以察觉的声音 例如微风拂过树叶的声音 小溪流淌的声音 甚至是鸟的低语 这些声音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听觉体验 也让我们更加敏锐地感知到周围环境的变化 例如 在城市中 我们可能会更加容易地辨识出不同的声音来源 从而提高我们的安全意识和环境适应能力 触觉的提升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质感和温度变化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加敏感 能够感受到微小的温度差异和质地变化 例如 我们在触摸不同材料时 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纹理和质感 这让我们对物体的认知更加立体和真实 这种提升也让我们在与他人的接触中 能够更加敏锐地感受到对方的情感和状态 从而提高我们的人际互动质量 嗅觉和味觉的提升让我们在饮食和嗅觉体验中 获得更多的愉悦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能够分辨出更多的气味和味道 这让我们在品味食物时 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层次和细节 例如 我们在品尝一杯红酒时 能够分辨出其中的不同香气和味道 这让我们的饮食体验变得更加丰富和愉快 嗅觉的提升也让我们能够更早地感知到 一些环境中的异常气味 从而提高我们的安全意识和反应能力 感知能力的提升不仅仅是感官层面的增强 更是我们与周围世界连结的加深 这种连结让我们能够更加真实和深入的体验生活 感受到更多的美好和细节 同时 这种能力也让我们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 能够更好的理解和运用来自内心和宇宙的信息 感知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我们需要不断练习和精进 才能够充分发挥这种能力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的梦境会变得更加生动和富有启示性 梦境是我们潜意识与意识世界之间的桥梁 它们可以揭示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 情感和灵性信息 当我们进入灵性觉醒的状态 我们的梦境也会随之变化 成为我们灵性成长的重要工具 首先 我们会发现梦境变得更加清晰和具体 过去模糊不清的梦境 现在可能会变得如现实般真实 我们能够记住更多的细节 包括场景 人物和情节 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析和理解梦境的内容 这些清晰的梦境 不仅提供了更多的自我探索和反思的机会 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此外 我们的梦境可能会变得更加富有象征意义和启示性 许多灵性觉醒的人报告说 他们的梦境中出现了大量的象征和隐喻 这些象征通常与他们的灵性旅程相关 例如 我们可能会梦见自己在爬山 这象征住我们在灵性成长道路上的努力和挑战 或者梦见自己在飞翔 这象征住我们灵魂的自由和解放 这些象征性的梦境能够提供宝贵的洞见和指引 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和灵性目标 另外 预知梦和共识性梦境也可能在灵性觉醒的过程中出现 预知梦是指我们在梦中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 这些梦境通常带有强烈的真实感和情感冲击 共识性梦境则是指我们与他人共享相似的梦境 这种现象暗示着我们之间的深层连结和共同的灵性旅程 这些特殊的梦境经历让我们更加相信直觉和内在智慧 并且增强了我们对灵性现象的信任和理解 梦境的变化还体现在我们的梦境控制能力上 许多人在灵性觉醒后 报告说他们能够在梦中保持清醒 这种现象被称为清明梦 在清明梦中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 并且可以主动控制梦境的发展 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加积极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并且在梦中进行灵性修行和自我疗愈 例如 我们可以在梦中进行冥想 寻导指导灵或面对内心的恐惧和创伤 这些经历都有助于我们的灵性成长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可能会经历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灵性体验和意向 这些经历通常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知范围 让我们接触到更高层次的灵性现象和存在 这些体验不仅让我们对宇宙和自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也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首先 我们可能会经历到所谓的高峰体验 这些体验通常是短暂但极其强烈的灵性经历 让我们感受到与宇宙的深刻联系和内在的平静与喜悦 在这些时刻 我们可能会感受到一种无法言喻的爱与和谐 这种感觉让我们对生命和存在有了全新的理解 高峰体验通常伴随着深刻的情感波动和内心的启示 让我们对自己的灵性道路充满信心和动力 异象是另一种常见的灵性体验 异象通常是指我们在冥想 梦境或日常生活中 突然看到或感受到一些不属于物理世界的景象或存在 例如 我们可能会看到光环 能量场或其他灵性生物 这些异象通常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灵性启示 这些异象不仅让我们感受到灵性世界的真实存在 也让我们对自己的灵性能力有了更多的信心 在灵性体验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所谓的灵性指导或守护灵 这些灵性存在通常以各种形式出现 例如光的形态 人类或动物的形象 并且会给予我们指引和支持 这些指导灵通常在我们面临困难或需要做出重要决策时出现 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向 与这些灵性存在的互动 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被爱与支持的感觉 并且增强了我们对灵性世界的信任和依赖 此外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可能会体验到共识性现象 共识性是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一些看似偶然但却具有深刻意义的事件或巧合 例如 我们可能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遇到某个对我们灵性成长至关重要的人 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获得某个关键的信息 这些共识性现象让我们感受到宇宙中的深层联系和运作规律 并且增强了我们对灵性旅程的信心和理解 灵性体验和意向不仅仅是灵性觉醒过程中的副产品 它们本身就是我们灵性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体验让我们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局限 接触到更高层次的真理和智慧 学会接受和理解这些灵性体验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运用它们来促进自己的灵性成长和自我实现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会发现自己对能量场的感知能力显著提升 能量场是只围绕在我们身体周围的能量层 它们反映了我们的情感 思想和灵性状态 能量场的感知与调整 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灵性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我们会发现自己能够感受到身体周围的能量流动 例如当我们进行冥想或能量疗愈时 我们可能会感受到一种温暖或凉爽的能量 在我们的身体内外流动 这种能量感知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加细致地了解自己的能量状态 并且及时发现和调整能量的不平衡 此外我们的能量感知能力还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人的能量场 这种能力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尤为重要 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回应他人的情感和需求 例如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某个人在情感上感到困扰或压力 这让我们能够及时提供支持和帮助 能量感知能力还能帮助我们辨别出那些 对我们的能量场有负面影响的人或环境 从而保护我们的能量场免受干扰 能量场的调整是我们灵性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冥想 瑜伽 气功等练习 我们能够调整和平衡自己的能量场 提升我们的整体健康和灵性状态 例如 冥想能够帮助我们平静心灵 释放情感压力 从而调整和净化我们的能量场 瑜伽和气功则通过身体运动和呼吸调控 促进能量的流动和平衡 提升我们的能量水平和灵性觉知 能量场的调整还包括我们对环境能量的管理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会发现自己对环境中的能量变化变得更加敏感 例如 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某些场所的能量特别积极和充满活力 而另一些场所则可能充满负面能量 这种能量感知能力让我们能够选择对我们有益的环境 并且避免那些对我们能量场有负面影响的场所 此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使用能量工具来调整和增强我们的能量场 例如 水晶和宝石被认为具有特定的能量特性 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和平衡能量场 使用香薰和精油也能够净化和提升我们的能量场 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和积极的能量环境 这些能量工具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能量场的平衡 还能促进我们的灵性成长和健康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具备心灵感应和其他形式的超感知能力 这些能力让我们能够超越物理感官的限制 接收到来自他人或环境的信息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能够影响物质世界 这些超感知能力不仅让我们对宇宙合作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也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灵性成长带来了丰富的体验 心灵感应是指我们能够感知到他人的思想 情感或意图 无需通过语言或肢体语言来传达 这种能力在亲密关系和团队合作中尤为有用 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回应他人的需求 例如 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某个朋友的情感波动 即使他们没有表达出来 这让我们能够即使提供支持和帮助 心灵感应还能帮助我们在谈判和交流中 更加敏锐地捕捉对方的真实意图 从而做出更为有效的决策 超感知能力还包括预知未来事件的能力 这种能力通常被称为预知力或预知梦 我们可能会在梦中或冥想中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这些预知信息通常带有强烈的真实感和情感冲击 预知力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前准备 避免潜在的危险或抓住机会 例如 我们可能会预感到某个计划的失败 从而及时调整策略 或者预见某个机会的来临 从而抓住它 远距离感知是另一种常见的超感知能力 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在屋里距离之外 感知到某个地方或某个人的情况 例如 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某个远在间里之外的亲友的状态 并且能够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及时提供支持 远距离感知让我们对宇宙的连结有了更深的理解 并且增强了我们的同理心和关爱能力 心灵治疗是一种利用超感知能力来促进身体和心灵健康的方法 这种治疗方法通常包括能量疗愈 灵气疗法和其他形式的心灵治疗 通过调整和引导能量 我们能够释放身体和心灵中的组织和压力 促进整体健康和灵性成长 心灵治疗不仅能够治疗身体的疾病 还能帮助我们释放情感创伤和心理压力 从而达到身心灵的平衡和和谐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还可能会发现自己具备影响物质世界的能力 例如心灵遥控或念力 这些能力让我们能够通过意念来影响物体的运动或状态 这通常被视为超自然现象的一部分 虽然这些能力的存在和运作机制仍然是科学研究的热点 但许多人报告说 他们在灵性觉醒后确实经历过这些现象 这些经历让我们对宇宙的运作规律 有了更深的敬畏和理解 也促使我们更加谨慎和负责地运用这些能力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的身体健康状态也会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这些变化既包括积极的提升 也可能带来一些挑战和不适 我们需要了解和适应这些变化 才能够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首先 我们的能量水平会显著提升 这种提升来自于我们对宇宙能量的感知和吸收能力的增强 我们会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充满活力和动力 能够应对更多的挑战和压力 例如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工作和学习中变得更加专注和高效 并且能够持续保持较高的能量水平 这种能量的提升让我们感受到内在的强大和稳定 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然而 这种能量水平的提升也可能带来一些身体上的不适 例如 我们可能会经历所谓的灵性进化过程 这是身体在适应新的能量状态时所经历的过渡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感受到一些暂时的不适 例如 头痛 晕眩 疲劳或未尝不是 这些症状通常是由于我们的身体在释放积累的毒素和负面能量 并且重新调整能量系统 面对这些不适 我们需要保持耐心和信心 并且通过适当的休息 饮食和运动来支持身体的过渡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的饮食习惯和营养需求也可能发生变化 许多人报告说他们在灵性觉醒后开始对某些食物产生新的偏好或厌恶 例如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对清淡 天然的食物更有兴趣 而对加工食品和重口味食物的兴趣减弱 这种变化通常是由于我们的身体在适应新的能量状态 并且寻求更适合的营养来源 我们需要注意这些变化 并且根据自己的身体需求调整饮食习惯 从而保持身体的健康和平衡 灵性觉醒还可能影响我们的睡眠模式和质量 许多人报告说他们在灵性觉醒后 经历了睡眠质量的显著提升 并且梦境变得更加生动和富有歧视性 然而 也有一些人经历了睡眠问题 例如失眠 异性或睡眠节奏的改变 这些变化通常与我们的能量系统重新调整有关 我们需要通过适当的睡眠环境和习惯来支持身体的调整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冥想 瑜伽或其他放松技巧来提高睡眠质量 并且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身体健康的变化还包括我们对运动和身体活动的需求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对某些形式的运动产生新的兴趣 这些运动通常能够促进能量的流动和平衡 例如瑜伽 太极和气功等练习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 还能促进能量的流动和调整 这些运动让我们能够在灵性成长的过程中 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活力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的情感状态也会经历显著的变化 包括情感的治愈与释放 这些变化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面对和解决内心的情感创伤 从而获得内在的平和与自由 首先 我们会发现自己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情感经历 这些过去的情感经历可能包括童年的创伤 失败的关系 失落的梦想或其他形式的情感痛苦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会对这些经历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并且开始看到它们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 我们可能会重新经历这些情感 这让我们有机会释放和治愈它们 情感治愈的过程通常伴随着情感的释放 当我们重新面对过去的情感创伤时 这些压抑已久的情感会涌现出来 让我们感受到痛苦和不适 然而 这些情感的释放是治愈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释放这些情感 我们能够清理内心的负面能量 并且卫星的 更加积极的情感体验创造空间 在情感释放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学会自我接纳和自我疗愈 这包括允许自己去感受和表达这些情感 而不是压抑或逃避它们 我们可以通过写日记 与朋友或家人交流 参加情感治疗课程等方式来释放和处理这些情感 同时 我们也需要学会宽恕自己和他人 这样才能够真正从情感创伤中解脱出来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还会发现自己的情感敏感度显著提高 我们能够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自己的情感状态 并且对他人的情感也有了更深的同理心 这种情感敏感度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回应自己的情感需求 并且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更加真诚和有效 例如 我们可能会更加注意自己的情感边界 不再让自己被他人的情感需求所淹没 同时 我们也能够更好地支持和帮助那些需要情感支持的人 情感治愈和释放还包括我们对自我价值和自尊的重新认识 开启第三眼后 我们会对自己的内在价值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这让我们不再依赖外界的认可和赞美来确立自我价值 我们会发现自己更加自信和自主 能够更加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这种自我价值的重建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 更加坚定和从容 总结来说 开启第三眼后的连带效应对我们的情感 心理 健康 社会互动和灵性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这些变化既充满挑战 也充满机遇 让我们能够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并与宇宙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 面对这些转变 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 学会运用新获得的直觉和感知能力来促进自己的成长与幸福 最终 这段灵性旅程将带领我们走向更加丰富和充实的人生 并实现真正的内在平和与和谐 我们的症状 感谢观看